不少球迷除了看精彩的比赛 更想起到法乡区 欣赏啦啦队女孩们的热舞 而且终植不同的啦啦队 也各具特色 现在韩籍女神李多慧加入 在线PK大战 尤其首秀出登场 李多慧的舞蹈实力和眼神魅力 也掀起话题 网友狂赞根本是多了一个档次 但其实相对韩国 台湾的啦啦队更有朝气 更没有距离感 扭腰摆臀舞到顿点 拍子超准又有力道 还不时对镜头吐蛇放电 韩籍啦啦队女神李多慧 加入乐天桃园初登场 女孩们站在一起应援 就属她最吸眼球 网友看完超惊艳 在论坛发文李多慧就是 抢一个档次 狂赞 打点 眼神 表情都很到位 旁边的根本像伴舞一样 在网路掀起论战 但其实台韩啦啦队各有特色 赞千瓶球 露出阳光笑容 超热情 台湾啦啦队走可爱路线居多 有朝气 而且比较没有距离感 韩国的比较性感 舞蹈基础 相对扎实 表情运用 更是部署偶像团体 不过中职啦啦队可是近身激烈 高职 臣子龙 力气大烈 臣子龙 像是中信兄弟的啦啦队 黄色贵符散发满满阳光感 人气团圆圈圈还曾空到日本 另外 乐天桃园啦啦队善用电子音乐 带动气氛 又以当红炸子鸡 铃香最具代表性 但地位恐怕动摇了 最新球迷网友点名 最具亲和力的富邦汉将啦啦队 姊妹的身材脸蛋根本完胜 是新啦啦队女神 人气舞技大比拼 啦啦队也成为球场旁的 另类焦点 替尔城镇茂阳宗燕 台北部